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去到第四節,在早晚時間 其實剛才在第三節結束之明場 都講到究竟在整個示威過程裏面 支聯會時今次十一這個示威 究竟只是一件每年來牌要做的事 等於六四觸關晚會這樣做完就算了 但其實真是能夠透過整個示威 真是能夠將不單止一個訴求表達 甚至令到參與者或者旁觀參與的人 都理解到整件事本身是本質 或者陳鋒繼續 我覺得其實支援會有一個責任 他是發起遊行的人 當然那個棺材他沒有預計到的 我們沒有跟他說我有個棺材 但是他已經知道了 走的已經知道了 其實我們都是那個遊行的一部份 所以當警方把我們剔除了 在他的遊行隊員那裡 他應該表示了一個很強烈的抗議 我們是跟他在一起的 不好意思 你 deal with 我就 deal with 他們 這是第一個應該有的立場 其實後來我事後知道 支援會的常委是知道了警方說 局局寬財無論如何都過不了他 而且說在上面給下來的 這個支援會當場應該有個決定 當然我都是比較公道的人 我覺得他都很難 因為為什麼呢 那麼旁閘的群眾 他不能夠叫那些沒有心去衝突的人 支持我們 其實無需要這樣做 他做了一個決定就是說 繼續行禮預議 先過去 對一些很老的人 就是當時去參加很老 他想盡了一個心意 我覺得是 嗯 問題就是 他拿著咪的時候 他有一個立場 就是我們是抗議警方一件事 我們會留在那裡 跟市委員在一起 直至爭取到過去為止 如果這樣的時候 老實說都不用推 因為老實說 他們在搞的時候 我們推什麼鬼 如果就要我們推 他不贊成我們推 這樣他就對了 因為為什麼呢 他是沒有理由 要同意他人的策略 OK OK 那就是因為他們覺得 我們沒得做了 那我們不如這樣 叫那些人繼續繞圈 如果繞圈之後 入到你就入 入不了你又不入 他們自己的常委 入不了你又不入 其實他們是一定會回來的 為什麼呢 他是立法會議員 很多都是 那立法會議員 去調停一件事 警察不會助我的 是不是 就是那裡坐 但是說 有六分一的立法會議員在那裡 那他們當日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算了 有去吧 因為他們經常都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我們 在七一都是 我們事後就會 抬個棺材上去 那因為 這個外交部駐港公署 就大量些 就是你不喜歡 就擺 那當然沒有六十大壽這個問題 那六十大壽可能就永遠都不行 那 支援會 他應該在當日 有一個明確的態度 我覺得是 如果他 因為在一個示威裡面 音響很重要 因為如果我在這裡說什麼都沒有用 他講才用 如果他邀請我們去 用他的音響 已經是最好的事情 因為最少支援會的立場 可以讓人知道 我們的立場可以讓人知道 其實當日我叫那些人不要抬 都叫不了 其實我認為不用抬 就是阿土 那個棺材被拿了之後 是不用再抬 因為那個示威已經沒有了意義 我覺得真的沒有了意義 因為他被拿了那個棺材 我們就繼續抗議就可以了 因為很不幸就是 阿土耀人被人打 為什麼說阿土耀人被人打 是無恥和兼無能的表現呢 第一 無恥就是什麼呢 當我們被他折了之後 他突然間舉個牌子出來 就是說你們應該要去集會 任何人都會很生氣 第二就是說 如果既然這樣的話 我就向前走 因為警方從來 你覺得會不會是刻意挑釁呢 不是不是不是 刻意挑釁不可以 因為警方 我講回事實 警方從來 從來沒有跟我們講過 那個棺材不能過去 他只是攔著我們 他就跟這個 他講過 沒有告訴我們 OK 所以呢 我當然我示威這麼久 我知道他的原因 我已經講了 因為他有棺材 所以說你將來警方講道理 他根本完全沒有理由 因為你沒有畫過給別人聽 那個棺材不能過去 你就說 喂 你這樣搓著已經是 非要集會 那我們就把棺材拿過去 衝突是這樣引起的 當一個人舉起的時候 警方就習慣了用這種策略 就消滅了棺材 就沒了台 那就消滅了 因為他衝進來搶 是試過的 是2001年 張之森 現在死了一個人 喂 他是在那個亞洲澳博會議那裡 我們還沒出 他就衝進來搶了我們的棺材 弄爛了他 其實當日 無論我們怎樣想搞也好 沒有那個棺材 沒有示威隊長 隨時就靜坐在那裡吵 做一個大集會在那裡 說警方無恥 所以警方是無需要這樣做 無恥就是怎樣 無知就是那些PTU那些人 他還沒處理過這場面 被人碰一碰的臉 就被人打下去 立即拘捕 就很生氣 要報復 這個是警察 所謂Government 就是哥爾門的文化 你打我就打你 是 其實我們 這個就是無知 那個指揮官support他就是無恥 因為那個指揮官本身 是會知道示威難免一點 應該就是 如果他想不引起事 就立即放了土耳博就行了 沒有事啊 伙計 有什麼事 事由追究 拍了嘛 有Statement 這個指揮官為何無恥呢 就是因為他不想頂烏沙有事 第二 就是搞出事 反而會升職 因為你盡了能力 就是打擊示威者 所以無知加無恥 造成這個樣東西 由於曹恩恒就被人抓了 孔靈儀很激動 這樣才會出現了 山青和Simon D 上車頂和平示威 另外一個示威者 一早已經被他抓了 就不關同樣的事 就因為他拿著口煙 警察在抓他的時候 就被抓到警察 就不簡單了 就等於你 你帶著一個水壺 他一衝過來就抓到他 就能抓到他 就是這樣 不用說 那整個Mentality是怎樣的呢 其實 用逐一點的東西 咬他 用逐一點的東西咬他 吃他 就是說 當他們覺得要解散這個示威的時候 搞大他 是對警隊有好處的 因為他對了阿爺負責 他無需要管法治 所以其實整件事 是逐步逐步看到的 有大的因素 也有小的因素 我今天這樣說 我打倒 陳俊一定升職的 雖然他不是做決定的那個 他一定會升職的 所有 有參與這個鎮壓的人 都會升職的 因為將來他可能會告我們 當然現在可能他不敢告 因為被我們拍了這些東西出來 所有的人都是 所以說這個專制的政權 一開始說 喂 你是國家工具 你是國家機器 或者你是我的工具 你去鎮壓那個首長的時候 就全個社會都是這樣 包括輿論在內 包括那些所謂輿論 那些媒體在內 這個就是一個 整個問題就是說 我想下一節要講就是說 就是當我們講 支聯會搞示威的時候 支聯會搞示威 為什麼跟向左望是不同呢 就是跟左派觀是怎樣的 因為在左派觀點來說 所有的示威都是環節 那個目標就是那個 直至那個 大到是有一個 的出現 或者另外一個權力 或者多邊權力的出現 去挑戰現在的那個 政權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 就行禮如宜的事情 不是不做 但是未必一定要做 行禮如宜的事情我們都做過 但是未必一定要做 我們要看回實際的情況 我們要看回實際的情況 如果哪件事是令到群眾更加明白 更加能夠令他們的 能夠令他們的 能夠令他們的 能夠大 我們就做了 今天長毛都講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說 因為參與這些示威 整個格局 甚至影響整個過程 或者在第五節時間 會繼續長毛的討論 待會見